欢迎您的再次光临 谢谢 谢谢 但是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我听说前两天 你们因为香氛问题 和客人晕倒了 请解释 程德先生 那件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客人晕倒并非香氛所致 我们的香氛非但无害 反而有提神静心的功效 而且我们的香氛 是经过专业机构做过鉴定的 这里是鉴定报告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进攻 我说过仲泰酒店值得醒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开始吧 请 请 这个味道非常好 我非常高兴 非常特别 非常清新自然 特别适合酒店 你还真是没说大话 这只是试金石 如果你们的会议 确定是在我们正太酒店 召开的话 我还会在自然这个主题上 做更多的文章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 不同的香 有形状的香 看得见的香 看见香是什么意思 不能再透露了 我得为您保留一点期待感 很希望能与您合作 我非常期待跟你合作 还有 我们酒店的餐饮部 专门为你们考察团 准备了带有花香的套餐 好 伍环 撑得心上 请 各位 我们去用餐吧 好的 给我饭 给 珊珊 秦玲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大忙人 我上次不是答应过你 要有答谢礼物吗 这个 是我特意给你调配的 快闻闻 喜不喜欢 怎么样 很奇怪吗 太惊艳了 真的 秦玲 我以为你只是跟我说说的 没想到你对香水 真的很有天分 你真的喜欢 嗯 那就好 行了 送给你我就放心了 走了啊 谢谢啊 拜拜 徐总先生 都做愉快 各位手里的就是天朗上个月的销售业绩 不仅超出预定百分之十的目标 甚至还让郑太在全国 甚至全世界打响了知名度 不知各位董事 对天朗的能力是否还有质疑 既然没有我宣布 段天朗即日起 担任郑太酒店总经理一职 即可生效 需要帮忙吗 这么急着进来 我知道你对酒店有感情 等时机到了 我会把它还给你的 酒店还不是你的呢 说的也是 我帮你 不用了 你赶紧准备一下工作吧 这把椅子可不好做 谢谢你的提醒 中午一起吃饭 再说吧 先走了 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总经理 你看 总经理 助理 连我都占了总经理的光了 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说真的 这次我们的销售任务 能这么快完成 这香氛真是功不可摸 这花香虽好 但鲜花的香气 很容易被意味掩盖 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了 上次让你手帕送警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出来了 送到我办公室 好 总经理好 你的形象就是酒店的形象 一根头发就能彻底毁了 你和酒店经营数年 建立起来的形象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总经理 对不起 收 对不起